与时间赛跑 为真相较劲 欢迎收看今天的盘 前几年 一名叫古木哥的网友 他的行为曾经一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此人在某个夜晚擅自爬到江西的龙虎山的山崖上 存放玄关的洞穴里 自打帐篷 与玄关内的千年古诗共眠了一夜 像古木哥这样大胆的人 相信还是极少数 换作是平常人 别说主动和千年古诗共眠 就算是事后知道自己曾云 一具尸体比铃而居 也肯定会心跳失衡的 今天盘案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叫吴浩 租住在江西广丰县 一栋居民楼的五楼 整层楼只有他一个人住 平常也不会觉得害怕 直到有一天 有人在他隔壁房间里面 发现了一具高度腐败的女尸 他才知道自己与尸体为零已经有几个月了 心里是不寒而栗 那么这具尸体到底是谁呢 他又是被何人所害呢 马上进入今天的盘 其他两个房间空了好久了 整个五楼就我一个人住 已经好几个月了 这么久一直很臭啊 而且味道一直越来越重 真的没什么 但是知道了我就好怕 晚上觉都睡不着 五号怎么也没想到 8月29号下午 自己会被刑警从单位带回住处 他到了才知道 四楼的装修工人上来找卫生间 结果在自己处所的隔壁空房间里 发现了一具尸体 其中一个空房间里面 看到了一个垃圾桶 那垃圾桶味道很重 就把这个垃圾桶翻开以后里面 发现了一具高火尸体 尸体被塑料冰织袋包裹着 放在一个大的蓝色塑料桶里 据报案人讲 上面原本还覆盖着厚重的衣物和被褥 当时看他那个尸体腐败程度 上面身上的蛆虫 都已经达到了两三公分长 根据法医在现场判断以后 可能死亡时间 至少是两三个月以上了 因为我们当时到现场以后 发现那个味道 常人已经无法忍受了 案发时正值天气酷热 尸体腐败严重 就算有杂物掩盖 还是会有味道散出来 五楼就是这栋小楼的顶层 只有三个房间 除吴浩所住之外 剩下的两间 被县城一家族裕城 租下当员工宿舍 但闲置很久 作为五楼唯一的住客 与师为领几个月 却如此的后知后觉 这让吴浩成为了警方 第一个怀疑的对象 面对质疑 吴浩的解释是 他早就闻到有臭味 也向房东反应过多次 大概六月份的时候 房东也去房间里查看过 但是因为是晚上 房东也没仔细观察 看了一下 没发现什么东西 他就出来了 不以为然就没把这个事情 太当回事 他就每天早出晚归 回来睡觉 早上出现上班 也就没有 过多引起他的重视 房东和吴浩的解释 似乎都有些牵强 但警方也没有找到 进一步的证据 那么死者是谁 他是怎么死的 为什么会被人藏尸于此呢 法医事件发现 死者为年轻女性 左胸和颈部 各有一处锐气伤 而且尸体曾遭到焚烧 就在尸检的同时 刑侦技术人员 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 奇怪的是 他们发现这里 非常的干净 受害人身上 有那种锐气伤 那么锐气伤 尤其是脖子这一块 靠近大动脉 有这种开放性伤口 你现场不可能这么干净 藏尸的这个房间里 没有什么血迹 还有就是搏斗的痕迹 我们怀疑这个是 抛尸现场 并非杀人第一现场 警方认为 尸体是被人连桶 一起转移到这里的 塑料桶高约一米 直径六十多厘米 装上尸体再盖上一倍 重量差不多一百斤 要通过狭窄的楼梯 搬上五楼 起码需要两个人 可让人不解的是 凶手为什么要如此 大费周章的仪式 他和这栋楼 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要说这个桶 又重又大 从一楼搬到五楼 动劲应该不小 可半民警在现场周围 进行了走访 居然没有人发现异常 现场一至五楼 这些居住和工作的人员 都没有发现人 搬一个水桶上去 当天下午 办案民警来到了卓宇城 调查该卓宇城员工 宿舍的使用情况 结果没有太大收获 然而就在当天傍晚 卓宇城的经营者 主动与警方联系 反映在民警离开后 他们店里的店长 和一位女员工 竟然不辞而别 当晚八点钟左右 这个卓宇城老板 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一个陌生号码 上面说 三哥 五楼的事是我做的 我对不起你 我已经走了 这个老板看到 这个短信就知道了 因为他和嫌疑人张某 他们两个平时称呼 张某都叫老板 叫三哥 张水龙28岁 来自福建 是这家卓宇城的店长 无疑 他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警方随即对他 以及与他一同失踪的 卓宇城员工 何飞飞 展开了追逻 案发第二天上午 一位母亲在听到 有关大捅藏室的消息之后 到公安局报案 反映他的女儿 饶兴彩 已经失踪 有好几个月了 抱他女儿失踪 这样我们就通过 这条线索去找到了 饶兴彩 他所租住的房间 他租住的 也是在鸟林行街上面 大概距离 这个案发现场呢 可能 有 一百多米 在饶兴彩的房间里 侦查技术人员发现 到处都有喷溅状的血迹 并且 还有一个塑料盖 其大小材质 和藏室用的塑料桶 完全吻合 而据了解 失踪的饶兴彩 正是在逃嫌疑人 张水龙的未婚期 当时这些线索 我们汇总到一起来 就认为 现在我们所去的 那个饶兴彩 租住的地方 很有可能就是 案发第一县城 因为它有 就是有桶盖 有血迹 并且这个饶兴彩 据她妈妈说 已经失踪了四个多月 可能五个月都有了 如果是她是死者 从这个时间跨度上 也是非常吻合的 几天之后 犯罪嫌疑人张水龙和何飞飞 在贵州省 遵义是落网 犯罪嫌疑人张水龙和死者 饶兴彩 是未婚夫妻 那么张水龙为何要杀死 饶兴彩呢 而当警方到张水龙工作的 足语城调查之后 张水龙就和一个叫 何飞飞的女同事 一起不辞而别了 这是否意味着饶兴彩之死 和情杀有关呢 要弄清楚这一切 还得从张水龙和饶兴彩 认识之初说起 张水龙和饶兴彩 是在六年前认识的 那时候 他们同在山东一家企业打工 彼此间的好感 让两个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并且心意不离 当时张水龙的事业一直不稳定 打工收入不高 做生意又把积蓄亏光了 2008年年底 一事无成的他也厌倦了四处漂泊 跟着女友回了广风 到广风后不久 张水龙应聘到一家族玉成工作 期间他任劳任怨 勤学苦干 正当张水龙的付出 开始有回报的时候 他与饶兴彩的感情 却出现了波折 2010年7月 饶兴才主动提出了分手 这被张水龙看成是一次背叛 分手后 张水龙更加拼命地工作 最终做到了店长的位置 收入也增加到了每月6000元左右 这在当地来说 算得上是白领了 到今年正月的时候 他外婆 他妈妈跟他三个人过来找我 过来找我就是 希望我们能够复合 订婚 那时候想想 我们毕竟有这么多年感情 也跟着我吃了那么多苦 毕竟对他还有感情的 所以就分手了 就那个 就成立订婚了 订婚的时候 张水龙给了饶家 一万五千元的彩礼钱 他原本认为 这辈子非饶兴彩不娶了 谁知道 没有多久 饶兴彩再一次不辞而别 张水龙认为 这是饶兴彩第二次背叛了自己 想起自己一再的包容和缉纳 混来的 却是饶兴彩反复的抛弃和伤害 张水龙觉得在外人眼中 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笑话 饶兴彩离开没多久 张水龙终于对这一段感情彻底放弃了 转而在同事 何飞飞内里找到了情感慰景 然而 就在今年五月份的一天晚上 饶兴彩突然回来了 打电话 邀他到租住地谈复合的事 我就是 跟他说已经不可能了嘛 我们日间谈了很久 包括也有谈到以前 以前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些事情 都有谈 他们蛮久的 饶兴彩一心想再续前缘 而对张水龙来说 却已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这一次 他不但没有回心转意 而且还提出了 请对方退还彩礼钱的要求 两人越说越激动 我始终是 没办法解开这个心结 但后来我就说 没必要再弹下去了 没必要再弹下去 我就想离开了 据张水龙供述 为了阻止他离开 饶兴彩拿起了桌上的一把水果刀 扬言要自杀 他害怕饶兴彩真的做傻事 上前夺刀 两人纠缠在了一起 两个人夺刀的过程中 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是两个床的中间 争执过程中 两个人脚就绊到了床沿 女的在下面 男的在上面 这样躺下去 刀刚好是夹在两个人中间 刀尖刺向 扰某 扰某就胸部中了一刀 当时就是脑子里面就一片空白了 一下子就呆了 但是他最到他其实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死 他那时候就是起来 起来喊救命 张水龙说 当时饶兴彩的呼救声 让他感到非常的紧张害怕 觉得对方的做法是在陷害他 要把一次意外的误伤 演变成蓄意谋杀 如果是这样 他跳进黄河也难洗清 下一次的就是想阻止他很久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他死 就是下一次的就是想 握住他嘴巴的时候 就是下一次的就往他脖子上面插了一刀 杀人后张水龙想到了家人 想到了刚刚小有成就的事业 他不甘心失去这一切 于是他买了塑料桶 想毁失灭计演示罪行 然后把尸体装到塑料桶里 到下面叫了一部人力三轮车 把这个尸体抬上三轮车之后 尝试那个现场 那地方是我们店里面租的一个宿舍 那里面一般是没人去的 这用酒精粉丝的时候 就是烧了一副 就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说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好像又不冷心了 就把火又扑灭掉了 张水龙对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误 感到深深的后悔 毕竟自己曾经和死者 度过了艰难的打拼岁月 毕竟自己现在已经有了一份 稳定体面的工作 然而经过那个血腥的夜晚 这一切都无法挽回的失去了 藏得再深 躲得再远 迟早都必须面对应有的惩罚 而对于饶性财 人已逝去 我们无法得知 他为何一而再地选择分手 又要回头 也许真相永远成了一个谜 我们继续盘 面包车司机阿刚 最近遇上了一个 他以为只会发生在电影里的场景 在一个偏僻的路段上 从一辆黑色奔驰车上面 下来几个标形大汉 将自己团团围住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阿刚到底是被人打劫还是被人寻仇呢 我们还是让阿刚自己来说说吧 又跟上来 搞什么呀 阿刚从曾城开车到广州 都走了好几段路了 后面就是有一辆黑色大奔尾随 你走左他就左 你变右他就右 时不时还贴近上来 喂 你是在拍警匪片玩跟踪吗 虽然与后面那辆车根本不认识 但阿刚就是有些不好的预感 算了 不理那么多 让他先走吧 差不多到路口的时候 我就打灯玩要变线 打灯 变线 阿刚开车向来都很有规矩 后面那位司机 算我怕你了 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吧 我躲开你还不行吗 谁知变线都没有完成 阿刚突然听见到砰的一声 怎么了 撞车了吗 我在那个后径看 是没碰到还差 大概有 起码有五到十个厘米的距离的 可能是压到十子吧 虚惊一场而已 阿刚松了口气 想继续往前开 怎知大巴还是咬住不放 这次还突然加速 然后一个急撒 横在了阿刚的面前 欲感没有错吧 真是出事了 不过没有撞到 他是想找麻烦吗 只见那个男人走过来 敲了下车 叫我上车 去他的车那边 我还没怀疑 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以为就不说 过去跟他说过 对过节话 有什么事情就可以 OK的 虽然自己开车规格GG 但阿刚知道 有些司机在路上 喜欢横行霸道 稍不注意挡他的道了 他就会追上来 无理取闹 唉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扶个软 没有什么吃亏的 可是走过去的阿刚才发觉 事情完全不是 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什么 我撞到你的倒后镜 明明是没有碰到的 但对方口口声声说 是阿刚撞烂的 这一个大奔的道后镜 随随便便都要几千块 不是这么倒霉吧 八千一万 这样子 然后看司祖 有没有那么多钱 难道刚刚碰那声 真是撞到了 阿刚仔细看了下自己的车 的确是刮了条心痕 这下就有些底气不足了 这样的话 报保险吧 怎知一听到这几个字 大奔上的那四个男人 好像受了刺激一样 凶神恶煞的 全都下了车 有的手上还拿了车头锁 说要阿刚马上赔钱 环顾四周 连个人影都没有 喊破喉咙 恐怕都没有人理 好汉不吃眼前亏 阿刚只有乖乖的把钱包里 一千多块钱全拿出来 这时 阿刚终于知道发生什么事 原来 自己是遇到撞车党了 要是司祖发现 他们是撞车党的话 他就严厉恐吓 其实 阿刚已经不是第一个 在这个路段 被大奔讹诈的车主了 撞车党开辆大奔 出来混饭吃 也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一些碰瓷的案件当中 奥迪甚至是上百万的宝马 都是转车党的赚钱工具 他能抬高价格 就给自己心理压力 就说 转这样的豪车 需要赔很多钱 这帮转车党 还是很贪得无厌的 有时抢到的钱不够多 他们还会逼迫市主 去ATM机 把卡里面的存款 全部取走 当然 他们也会做贼心虚 专门挑那些人少车少的地方 一来避免惊动他人 二来得手后容易脱身 他们一般都是选择那些 没有监控录像的 没有监控视频的路段是撞的 通过整合多个市主 提供的嫌疑车辆特征 以及逃走线路等线索 民警掌握了这帮撞车党的活动规律 知道他们经常在佛山南海 和广州天河一带出没 收网时机成熟 民警缤纷两路 同时在南海天河两地布控 抓获梁某汤某等团伙成员 并现场缴获作案用 奔驰车一辆 以及当工 砂纸 橄榄等作案工具一批 开着豪车出来恐吓 再用几个小动作制造刮痕 嫌疑人交代他们专定一些单人 或一男一女驾驶的车辆 用类似的手法先后再攀鱼 从化 增程等地 作案多起 警方提醒说万一遇到类似 阿刚这样的所谓事故 千万不要慌乱 要先看看环境 如果对方是多名男性 而且附近没什么人的时候 不要贸然下车最好 马上打电话报警 现在如果遇到有人开口借钱 很多人都会摇头 更别说开口的是陌生人了 但是我身后这个监控画面里面的两个女人 阿燕和阿丽就有这个能力 令陌生人把钱全部借给他们 他们到底有什么高招呢 要找人借钱 不是随便什么时间地点 走上去开口就行了 这天时地利都很重要 周末 挤满人的商场 阿燕和阿丽就最喜欢了 阿燕和阿丽就为了 要找到能借钱的人 最重要的是脸皮够厚 不怕被拒绝 问了好几个女孩子都没有人理睬他们 不要紧 再接再厉 终于在一家时装店的门口 他们截住了林令 针对这个电梯无知的少女 这样来落手 面对林令 阿丽先开口了 不过不是借钱 而是问路 热心的林令不但告诉他们怎么搭车 还亲自带他们去车站 咦 不是说借钱的吗 怎么变成问路了 别心急 好戏在后头 选中目标 一个陷阱也悄悄地挖好了 聊着天 阿燕突然间有电话来 一接电话 他脸色都变了 阿燕跟林令说 他们是从香港来广州做大生意的 可是有一批货被海关扣住了 合作伙伴打了电话说要两人赶紧凑钱找关系 拿回货物 一时间哪里有那么多现金在手边呢 而自己的银行卡在这里又用不了 如何是好呢 我吹得很急 还是要卡 然后叫他那边的朋友打给他 只是想让朋友转一笔钱到林令的卡里 他们再取出来 人生地不熟 找林令帮手实属无奈之举 建林令有些不愿意 阿力马上说 只要他肯帮忙 试成之后可以把转账总额10%的钱给林令 当作公费 故事发展到这里 钱又眉目了 但众头戏还在后边 为了算清楚账 阿燕和阿力要求林令 先到附近的贵运机查询余额 这样到时大家就不会有纠纷了 之后阿力提一找一间餐厅坐下 等待转账成功 谁知道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成功 阿燕打了好多个电话给合作伙伴 对方都说账号和账户名对不上 转不了账 没理由的 林令麻烦再把银行卡给我看看 对对号码 银行卡拿到手 阿力聊着聊着就借口说去厕所离开了 可以转身 连阿燕都不见了 喂 你们去哪里了呀 我的卡还在你们手上呢 直到如今功夫已经完成了七八成了 但只是拿到银行卡又有什么用呢 这就要看阿燕他们最厉害的那招 偷窥密码 其实早在林令查询余额的时候 阿燕就做好了功课 当林令的银行卡到手后 阿燕便借口上厕所 实则去了ATM取钱了 等林令发觉的时候 他卡里面的钱早就被借走了 就靠这三招 别人的钱阿燕他们就待待平安 近期 类似的案件已经多次在广州市黄埔区发生 市主的损失从几千元到几万元都有 阿燕和阿力十分狡猾 他们作案多起 但很少在视频监控中留下蛛丝马迹 这是唯一一段录下了他们身影的视频 可仅凭一段模糊的视频和多名市主的描述 要找他们出来就有什么办法呢 为了核查嫌疑人的身份 办案民警调取了近年来 涉及借卡转账的前科人员信息 再找市主进行辨认对比 在多名市主的帮助下 排查范围逐步缩小 办案民警最终锁定了两名安徽籍女子 这一天民警获得线索 嫌疑人在佛山市南海区出现 专案立即行动 两名嫌疑人还照样在街边四处逛 跟美女搭讪 伺机行骗 民警立即上前将嫌疑人李某 陈某控制 查获作案工具银行卡两张 落网之后 两名嫌疑人公认 他们从2012年年底以来 已经在广州佛山等地区诈骗30多次 他们专门在大型市场 厂区周边的商店银行网点 寻找目标来行骗 选的都是那些缺乏社会经验 防范意识差的年轻女子 其实他们的作案手段十分老土 要识破也不是什么难事 关键要记得 信息不泄露 便宜不可贪 这是防骗真言 与时间赛跑 为真相较劲 请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 让我们一起寻找真相 我们拍案节目 现在的播出时间是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23点18分 时间深一度 内容更深入 希望广大观众继续关注拍案 本期拍案就要结束了 但是新浪拍案 官方微博上的互动 仍然继续进行 今天拍案就到这里 各位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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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